口服降糖藥是一個指標的方法 控制到血糖理想一點 但如果長遠來說 不是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 病情超過十年的話 有半數的病人需要轉打二島素去控制病情 糖尿病人多數提西醫 但西藥又不可以吃一輩 那可以怎樣? 我教他飲食上的東西 斷食用中藥治療 甘救幫他處理 那個胸服血糖已經由九度 落到接近七度 今集出現這些 讓陳宇傑醫師跟你說 中醫如何逆轉糖尿病 糖尿病是否成為了治療方法? 降糖的失入 都是通過干預我們身體不同的 血糖調節機制 而控制或壓低我們身體的血糖 很多時隨著糖尿病的病情發展 病人身體 因為他本身 譬如胰島塑酷分泌的功能 身體對血糖代謝的機能 都是逐步下降的 到了這個階段的時候 你吃的口服降糖藥可能都會逐步失效的 香港糖尿聯會的資料顯示 他們估計在香港現在的糖尿病人 如果他的病情超過十年的話 有半數病人需要轉打胰島塑控制病情 口服降糖藥是一個指標的方法 它有它的作用 指標控制到血糖理想一些 可能對預防某些病發症會有幫助 但如果長遠來說 要治療糖尿病 根治糖尿病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它是干預了身體不同的代謝機制 它會有可能出現不同的副作用 或者是不良反應的 而注射胰島塑也有它自己的不同的問題 所以也不是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 中醫在傳統來說 我們在皇帝內經 已經開始有論述這個關於糖尿病的問題 用純中醫的方法 其實都可以處理到很多一些 早中期的糖尿病的問題 2014年一個國內的研究 他們做了一個軟劑 叫做天旗膠囊 基本上是純中藥的成份 有一些常用可能有降糖作用的中藥 例如北祺、天花粉、角巾、五味子等等 他們就找了一班叫做糖尿病前期的病人 糖尿病前期 即是說他的胸腹血糖 是在5.7至7中間 而那個餐後血糖可能是在11.1以下 這些病人如果你不處理它 它是會逐漸逐漸發展成為糖尿病 而找了這群病人 用了這隻中藥 他們觀察了一年的時間之後 發現它們轉變成糖尿病的機會率 是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多 而另外一個研究 就是關於中藥治療糖尿病的併發症 2022年我們香港的一個研究團隊做的 他是找了一群有糖尿病腎病的病人 即是說他的糖尿病併發了影響了腎功能 他將這群病分成兩組 一組是常規他吃的腎藥 繼續治療 另外一組是在他常規的腎藥治療上加了中藥 不需要迫的 沒錯 最後他們觀察了大約是52個星期 就發現中藥治療組 腎的過濾率 一些鹽血的指標上 都是明顯比單純西藥治療組好 這個當然具體的方案 我們是要視乎個別的病人去分析 通常我們要看甚麼因素 第一就是你這個糖尿病的病程有多長 如果一般是五年以內會比較適合做中醫治療為主 第二就是要視乎你血糖的指數 有很多人可能他當尿病病程都不是很長 但他的血糖指數已經飆到很高 其實這種情況很多時候就是他發現得遲 其實可能他之前一直都當尿病 但不知道 這種情況可能有需要的話 或者會配合一些鋼糖的藥去幫助他 第三就是要視乎他有沒有併發症 如果他已經出現併發症的時候 他都通常會用一些西藥 在這個階段我們會建議中藥西藥配合治療 第四就是要視乎他在吃多少 或者是在吃哪些類型的西藥 有些病人如果只是在吃一些很輕的劑量 比較容易去逆轉 就單純用中醫治療去幫助他 如果是他已經在吃比較多種類 或者劑量比較濃 甚至需要打兒倒數的病人 我們會建議先配合 先做一個中藥西藥互相配合的治療 另外一個個案 他是一位50多歲的男士 應該都有200磅左右的體型 他發現胸腹血糖達到9 第一我教他飲食上的東西 第二就是做了短食 第三就是幫他用中藥治療 亦都配合了針灸去幫他處理肥本的問題 因為他中央肥本也挺明顯的 因為他自己真的很嚴格遵從飲食 他很勤力每天去量血糖 結果在經過一個月的時間 他的胸腹血糖已經由9度 到接近7度 到第2、3、4個月的時間 他的胸腹血糖是徘徊在5至7度之間 我們可以說已經落到一個糖尿病前期 或者甚至落到一個正常血糖水平 反映了你通過適當的飲食調節 配合中醫治療 你的糖尿病是可以逆轉的 不論是糖尿病還是患上任何一種慢性病 自身免疫力都會轉差容易受感染 而救世口罩全面支持各位患者對抗疾病 說話有口水、打嗤有飛沫 口罩一濕就嚴重影響口罩溶噴布的靜電吸附功能 令防護力和過濾率大大下降 難道一天真的要換幾次口罩? 救世口罩採用創新的淚膚Plus技術 獨特的溶噴布技術大大減少汗水、濕氣影響 但同時保持清爽、休息 我們將浸在水中24小時的救世口罩吹乾後 再進行過濾效能測試 實驗證實 救世口罩即使經過長時間高濕度處理 仍然有效過濾99%細菌、微塵和病毒 不止保護大人、小朋友都特別適合 就算出汗、流鼻涕或趕噴口水 都不影響過濾效能 無時無刻提供最佳防護 防菌不單用口罩,消毒同樣重要 救世FreshQ充電式磁磁酸製造機 只需要食鹽和治療水 就能製造刺濾酸水 10分鐘內有效消滅99.999%的COVID-19細菌和病毒 它是一種天然消毒液 不含有害化學成分 高清潔力又低殘留度 對人體十分安全 有老人家、BB、寵物的家庭都可以安心使用 一旦家人不幸染病 隨手輕鬆都可以無法消毒 只要買一支FreshQ充電式 就可以在家無限自製高效消毒液 接近零成本 過程簡單 保護自己和家人健康 另外再講一個個案 就是一個比較嚴重的糖尿病病情 她是一位女士 六十歲接近退休的年齡 她糖尿病有多久呢?十五年 而且她也有併發高血壓等等的情況 她一直都在吃西藥去控制 而她的糖尿藥已經是吃到四種了 而西醫是建議她打兒老素的 因為藥物對她的治療已經沒有什麼效 但她自己就拒絕了 本身她是有一些中央肥胖的問題 但是你看到她手腳的肌肉已經是比較消瘦 她由皮蛋轉到消化的一個轉化階段 所以我第一次跟她看 我已經跟她說了 你這個情況 你都需要多些時間 也要一些心機去處理 她亦都很有決心 去吃藥去配合治療 但她有一個問題 就是她吃東西有少少不乖 因為她說 如果什麼都不能吃就沒有意思 做人 但她都盡量遵從到168的斷食 曾經在跟她治療的過程 那個餐後血糖飆到18 為甚麼? 原來她那天去了喝茶 喝茶又吃了一些粉果 又吃了腸粉 又吃了蒸飯 又吃了一些炸飲料 所以她有很多的澱粉質 或者是糖粉 添加的味道 令到她的升糖的情況比較差 她知道了之後 她就盡量減少了喝茶 因為她有時上夜班 她下班都要吃東西 她去茶餐廳 吃一些通粉 雞扒 蛋 她之後再來做一個 餐後的血糖檢查 都可以維持在7至10的水平 正常飲食其實不影響 沒錯 她糖尿的藥確實還在吃 但血壓藥反而減少了一隻 而她的血壓水平 現在經過中藥調節 她都控制得很好 例如一些消渴的情況 容易口渴 腸胃不舒服 便秘 亦都明顯改善了 還有睡眠的質素 睡得不好 第二天的血糖一定容易高 睡得不夠嗎 對 我想問肥胖型的患者 會否比消瘦型的患者 容易逆轉 肥胖型的患者 是佔我們二型糖尿病的大多數 7至8成都是肥胖型的 很多時候 反而這個病發展到一定階段 我們喜歡說 由皮坦轉為消渴 才會出現消瘦的情況 所以對於肥胖型的患者 她很多時候是處於一種 早期 中期的階段 通過飲食減肥 她已經能夠逆轉 但消瘦型的情況 我們亦都不是說 一定處理不到 我們都要找回她 是甚麼原因 有些可能血糖 是跟她壓力的問題有關 有些是睡眠不好的問題 緊張 或者是內臟功能不好等等 如果這些問題 能夠得到改善 她血糖的情況 其實都可以隨之 而有一個是逆轉的機會 所以一般五至六年內 我們認為都是一個比較 可以有機會逆轉的時間 當你移到細胞功能已經差 的時候 就很難去單純通過飲食 或者生活上去調節 而逆轉這個糖尿病 其實通過中醫中藥 針灸 可以調節到身體的代謝機能 對血糖的代謝功能 而改善糖尿病的病情 另外針灸 亦都可以通過減肥 而是去幫助這些 一些異形糖尿病病的病人 減肥而改善一個 胰島素阻礦 而從而控制糖尿病 如果是肥胖 而所謂的皮痰 我們會通過一些 調節肝 以及脾胃的功能 去濕 清熱等等 不同方向的方劑去治療 常用的舉例 例如有大柴芋湯 葛根岑蓮湯等等 其實我們可以數到 有幾十條的方劑 都是研究各樣 發言是對血糖有幫助的 但問題不是你有多少方劑 而是這些方劑 對不對你的症 合不合用 沒錯 是合不合用 有沒有一些早期的東西 或者我們可以早些 預測到我會不會有糖尿病 第一,家族史 一個西醫港遺傳因素 我們中醫港體質因素 譬如你爸爸媽媽 其中一個有糖尿病的話 你有糖尿病的機會 就會有四成或是以上 如果兩個都有糖尿病 那你就七成 或者以上的機會 都會有糖尿病 第二就是 因為我們講過 大部分的二型糖尿病 都跟肥胖有關 如果男士的腰圍 超過90cm 即是大概35吋 如果女士的腰圍 超過80cm 即是31吋以上 我們就要比較注意一點 第三 譬如 有沒有一些日常 一些症狀上 其中一個就是 容易出現一個 泛氣攻心的情況 如果吃得很飽 吃了很多 製的東西 電粉質 你自然都會泛氣攻心 但如果不是 我是一個很普通正常的飲食 但我都經常出現泛氣攻心 第一,當然我可能是消化不良 第二 其實是可能反映你身體血糖 有一個波動的情況 是你身體血糖 餐後血糖的水平高了 而身體入面 胰島素的水平高了 而導致出現這種 泛氣攻心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有以上 這幾種情況 最好及早去 檢查一下自己的血糖水平 單純可以刺手指 方便一些 或者抽血 一般來說抽血會準確一些 今天謝謝陳醫師的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讚好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